我們願意站出來 我們樂見這樣的發展 越多人的選舉代表 越有希望 我們人體基金 郝主席就是一個最好的人材 各位給大家掌聲鼓勵好 我們黃慧主席 還在這裡 讓我想我們共同努力 為國民黨加油 為國民黨以後能夠在 這次我出來參選黨主席 最主要也是因為覺得這個黨在這個時候 必須要有人承擔 而這個承擔的人一定要有執行力 我們看到太多的人很會說話 講的一口好話 講的是天花亂墜 做的是讓大家灰心到底 我在台北市一再強調就是一個執行力 所以今天到這裡來 拜託大家 跟我做會發表 同時支持我 讓我用我的執行力 讓國民黨 浴火重生 你們說好不好 好 之前韓國瑜說他才是唯一陷統黃復興的代表 這部分的話你怎麼看 呃 我不需要真正統啊 因為我本身就是黃復興 從小在眷村長大 所有的黃復興是靠感情跟道義來連結的 我相信我跟他們有感情 我跟他們也有連結 現在不是靠選舉的時候才來請大家支持 爭取認可 兩岸 松山 紅橋的直行 是當初我跟韓正市長共同推動的 而現在上海跟台北之間的城市交流 城市交往 也是當初我在台北市場做到的 我在兩岸上我做了非常多事情 呃 我想大家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呃 國民黨的呃 支持者眼睛也是雪亮的 木齊剛有提到說有一個人說的天花亂罪 做的讓人欣慰意義人 雖然沒有明白講 那現在可以透露一下那是誰嗎 是黃子齊嗎 其實現在很多政治人我都很會說 我覺得重點不是看這個政治人說什麼 而是要看他做什麼 現在台灣要好 我們是要靠執行力 我現在就是用我的執行力來證明我過去說的我都做到 所以你們黨內有這樣的人嗎 你們黨內有這樣的人嗎 其實大家 其實像現在 呃 大家也在講說 呃 郭董是一個很好的總統人選啊 我個人覺得為什麼大家會喜歡郭董 就是他的執行力 當現在還早 到2020啊 選舉還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正 現在我們最重要就是找出 呃 對國家 對黨有認同感 甚至有執行力的人 將來來 呃 從事黨務的工作 甚至 將來為國家來盡力 所以無故總統之前接受專訪的時候說 如果2020沒有最好的人選的話 他也百分之百願意支持國董 這是我剛剛講的嘛 呃 現在離2020還早 所以現在我們並不急著一定要決定 哪一位來參選總統 可是我希望大家都把自己放空 我們將來找出來的 能夠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的人 一方面是要認同國民黨理念 第二個就是得到社會大眾支持 還有就是最重要 不是只說不做的人 而是要有執行力的人 就當成人選總統的 你也 Andre人了 所以說不停 今天 大家運熱 也會報告 等一個人選擇 時評論 所以大家對 goals 請求職員 感谢观看